大家好,我是孫敏喜,欢迎收看三分钟视频 今天点题四个字,大户转态 先讲讲讲股情况,今天讲股做好了 高开之后曾经上过28,300点 不过其后升幅收窄,一度升了几十点 好在美市升幅稍稍降大,最后全日升88点 收28,204点,成交不多,只有643亿 今天的试做好,腾讯记一功,看到了 腾讯升1.7%,重上20千线之后继续向好 似乎你祖人之星,药物股更帥 其中这只石药升4.1% 都是在20千线之上,走势都算是OK的 起码好像出现反弹的态势 讲讲整个试的情况,今天试试 刚才提过,升88点不多 全日高低位都不太大,有分别 低位28,145,高位28,312 计算不够200点,波幅不大 升幅又少,成交又不多,只有600多亿 昨天也有超过700亿,今天进一步缩减 显示整个市的方向不是很强 后市怎样看呢? 后市看三个因素 第一个因素 就是向好的,向好的是什么呢? 就是中美贸易谈判代表通话了 上个月底,习近平和特朗普谈完之后 正式跟进了,下属 来特希宅和武蔭打电话 跟刘鹤聊天 相谈谈判的事情 据说,有建设性的谈判 所以这方面叫做向好,起码正式接触 这是好方面 另一个就是中性 中性就是暂时未知原因 未知好还是不好 就是讲联署局的主席 白威尔今晚一年两天 在美国国会作证,讲下货位政策 现在有时非常关注 他的对息口政策的看法 其实上星期之前 大家都以为 白威尔一定是大放甲的 预计了 7月份不单止的减息 还是减到50点指那么多 一到的机率就觉得是40%那么高 只不过上星期五个数据 扭转整个情况 就是说美国就业数据 出来就增加22万个 有多的飞龙业职位 令大家重新 评估整个情绪 起码现在觉得 7月份减息50点指可能性 已经由4成多 跌到1成 虽然仍然会减息 减25点指的 因为市场是两派人士的理由 一方面 就是地区行长 就觉得 以台湾这样的数据 其实呢 美国联储局没有即时 要减息的需要 事实上呢 你 数据是英俊的 其他数据呢 都是很坏参叛的 因为不见得 就一面倒向谈 好像这个地区行长的说法呢 就都叫做 不是没理由的 与此同时呢 副主席 克拉利更加说呢 联储局不应该被市场 就带上 辽购 即是 不应该被市场 牵着鼻子走 意思就是 市场人士 整天说要减息 联储局不应该就这样减息呢 他说这说法呢 就表示 是不认同 要跟着市场的方向走 这个呢 就是 觉得 不用即时行动的一面 另一方面呢 就是 某些数据 或者信号 就显示 可能需要做些事情 包括什么呢 就是一方面 就是 亚特兰大联储局的模型 显示 今年第二季经济增长 可能跌到1.3% 实际数字未公布 他估计1.3% 1.3%也挺差的 这是第二个 第二个 就是 债市的表现 见到 这个 十年期的国债知识 是一直跌的之前 这两个 这几天大一点上去 上回2.1厘 但是从未 仍然 就未升穿 这个前浪顶的阻力 债价上升 债息下跌 显示 债市中人觉得经济慢慢地 加上 知识曲线倒挂 短期的债息高过长期 这个 已经迟了四十多天了 根据会往经验 这个显示 市场人士担心 美国经济出现衰退 从某个角度来说 又好像要减 所以今晚呢 鲍威尔一年两晚的作证以致 今晚公布的联储局 6月 息口会议纪录 即是议息纪录 究竟显示 局内诸功 究竟有多夹呢 这个 也在在显示 市场人士对未来息口的预期的看法 进而对市场有影响 所以这个 暂时未知结果 所谓是中性 第三个 就是偏淡 一好一中性一淡 淡的有什么呢 就是 点题有几个字 大户转态 大户这段时间 就 频频有些 比较有影响力的 大行也好 基金也好 出来 讲 唱淡 股市 先是大摩 昨天节目轻轻提过 说多几句 大摩就说 就已经降低了全球股市评级 由中性 去到减持 原因呢 比重更加五年来最低 就是股市的比重 更加说 未来三个月的前景 就非常糟糕 这个 因为较早前 已经讲过 不再详细讲大摩 究竟是什么来的 总之 未来三个月 前景会非常糟糕 这个就是大摩 就是转态 第一个转态 就是大摩 到今天 就 大基金 都出来转态 对了 说的是 贝莱德基金 都是 看探全球股市的情况 就说已经进入防守模式 要提高 现金的比重 这样说 原因就是 贸易关系紧张 全世界 特别是中美 贸易关系紧张 地缘政治 亦都在绷紧 相信 这样的情况 就对全球经济短期前景 就可以因而转淡 所以就转入防守模式 或者防御模式 一方面 就会在资金里面 再调配 减持 一些科技股 这些比较进取的股份 减持 流向的比较防守性股份 就是 公用股 这些防守性股份 第一个就这样做 第二个就会减持新兴市场的评级 将有之前 新兴市场股市评级 又增持 就降中性 这两个步骤 走到 所谓的防御模式 贝莱德全球数一数二的大基金 转态 加上 高盛 高盛都说了 主要是说美股 美股觉得 比较看淡一点 就是说 联储局就算减息 也无助美股 进一步上升 原因很简单 就是说 美股的升势 就是这样的升 已经反映了 大部分的利好因素 已经再没有 可能找到 新的因素 就进一步将美股推高 都是 看淡美股 所以换成大户 就或转态 或看淡 股市 特别是美股 所以情况之下 是谈谈的 所以大家留意了 加上 上证好 各指好 走势都是继续弱 所以恒伸指数 向下继续整固 可能性是比较大的 简单来说 上证指数 已经跌穿了 前浪顶的支持 或者密集区的支持 20天线失守 弱的 各企指数 都是一度跌穿前浪顶 20天线 都是上不回去 走势都是一般的 在中资股的日势 拖累之下 股的恒伸指数 都会反复向下 虽然恒伸指数 今天从上20天线 比较漂亮 但是 在刚才提到 各企上证指数的弱势下 估计会考验这个 就是绿色箭咀的前浪顶的支持 大过27,800 以至上涉口的底部 大过27,600 大家留意着这两个位置 时间关系 今天分析大致这么多 多谢大家